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孩子在国中毕业典礼后 没几天他就忧郁症发作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上高一的时候 虽然有持续的就医 可是到最后升高的时候 已经是重度忧郁了 那时候觉得整个家里都陷入一片仇云产物当中 那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那白天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晚上的话还要回家面临这个问题的话 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甚至于那时候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情绪来的时候他会开窗户 爬到窗户上面要往下跳 而且都是在晚上 然后搞得我先生筋疲力竭 因为他白天要上班 晚上又没办法好好地睡个觉 然后跟孩子就是一直在那边 一直拉扯 全家的话他只能聚在一起 抱着孩子 然后大家很难过的可能就是痛哭 那我那时候真的是 找不到任何的帮助 然后 对不起 那时候现在勾起有点难过 我到学校去拜访他的新班导师 想让老师了解他的状况 老师在学校的会课是 听完他的事情之后 就帮我们母子祷告 当下我被老师这样祷告 我真的是流着眼泪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 为什么会这么的美好 透过那个孩子的话 我们就认识我们教会的博弈弟兄 然后有一天的话 博弈的话就带走我们全家来到教会来 那刚好在楼下的咖啡座的话 遇到那个区目行人 那我觉得行人也开始为我们做祷告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受感动 然后开始流泪 我第一次来教会之后回去 每几天我的小孩子又因为情绪不佳 在半夜又吵闹 当下我又想怎么又来了 因为我以往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那天晚上又不用睡了 没有到他情绪平复 是要好几个钟左右的事 然后当下我就试着学着祷告 因为我还不会祷告 但是我就想试试看 我就跟祖请 我说祖啊 请你帮我处理孩子的情绪 我真的很累 我需要一个好的睡眠 我没想到 祖真的预许我 好奇妙 他居然情绪非常的平稳跟我讲 妈妈我要去睡 在以前他如果没有朝队 两三个钟头 他是不会学习 那我觉得祖真的是给我的一起 太感动了 在以前的话 我总是觉得生命的话 总是过着一般的很无奈 那生活是有着无穷的痛苦 那自从在认识祖之后的话 我就得到救赎了 在家庭的生活上面的话 更加的和睦 然后工作上的话 也更加的平顺 那自己心情的话 也放松了许多 那感谢祖 这都是我得到的恩典 小孩子他也有跟我们来教会做完仇 然后我发现他回去之后 他偶尔也会把神的话语拿来跟我们讲 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平静 一直到现在都很好 之前他那很糟的状况都没有再发生 我们信主了 我觉得翻转了生命 家庭生活也一定会有所改变 可是是朝好的方向改变 我们会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常常在生活上 有点小度差 冲突的时候 神的话语都可以帮我们化解 是的 当家里面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们来到教会 然后神的话 都会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然后有任何的困难的话 神都会替我们做解决